美国费城一家煤奇百货 周一上午发生一起因盗窃引发的命案 警方称 一名男子在被保安发现偷窃后 带刀返回现场 导致一名保安死亡 另一名保安受伤 当天上午11点左右 一名嫌疑人 试图在Center City地区的 煤奇百货的一家商铺偷帽子 被保安抓住并拿回了商品 嫌疑人怀恨离开商店 于15分钟后返回 持刀刺中了一名30岁保安的脖子 并刺中了一名23岁保安的脸部和手臂 30岁的保安被送往医院后 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23岁的保安目前情况稳定 据悉还有第三人受伤 但此人的身份跟情况尚不清楚 运营费城地铁的 宾州东南部交通管理局称 该嫌疑人在刑凶后逃离现场 并将一把刀子扔在了 附近地铁站台的铁轨上 不久之后 嫌疑人在肯兴顿街区的 塞莫塞特地铁站被警方逮捕 由的是 老粉遞柱等 里面的刀子扔在工作室上 别问心营 jong方逮捕 男民预若 长 では 那 gars 穿 dement 彼呆 刚 彼呆 犯 他们 都